我是个大傻逼 我做了段金慈五年舔狗 第六年 我终于把他放下了 给他送牛奶时 他像往常一样嫌弃的开口 滚我低头轻笑 随后转身离开 我没多少时间了 我想最后再为自己活一次 金慈 牛奶 还是热的 看见段金慈 骑着车子从小区里出来的那一刻 我蜷缩的身子 立马无视了将近零下的温度 笑嘻嘻地骑着车子跟在他后心 可他就像没看见一样 把车子骑得飞快 我也努力赶上他 可终究是比不过他的体力 抬头看了一眼前面的红绿灯 我在心里暗暗读秒 三 二 一 红灯 段金慈停了 我又使劲地蹬了两下 已经快散架了的老师自行车 终于追上了他 金慈 牛奶 我刚刚一直揣在怀里 还很热呢 我把牛奶从怀里掏出 他依旧无动于衷 金慈 我一个人喝不完 这是妈妈早上专门给你热 你烦不烦 我跟你说过一万遍 我不会要你的任何东西 说话的间隙 他拿起我递给他的牛奶 狠狠地砸在了我的身上 玻璃瓶的奶罐 不偏不已的刚好 砸中了我的额头 瞬间 眼泪不受控制的溢了出来 缓了一会后 我擦干眼泪 身边早已没有了段金慈的身影 我低头看 那瓶被段金慈扔了的奶罐 停下车子 把奶罐捡了起来 真结实 居然没坏 看来今天又要喝两瓶奶了 我把奶小心翼翼地放进书包 推起车子离开 104天 这是段金慈拒绝我的第04天 到了学校 我把书包放下后 同桌下碗 凑了过来 轻轻 你额头怎么回事 我揉了揉 额头上已经凸起了的包 笑着摇摇头 没事 早上不小心撞到电线杆子了 下碗明显不信 但却也没有再问 毕竟我们的关系只是同点 而你们的天系只是同果而已 早读铃声打响的时候 我拧开了被段金慈扔掉的那罐牛奶 一口气喝掉了一半 读完早自习 一瓶牛奶终于被我喝完 江青 外面有人找 坐在前排的女生 朝我这里喊了一句 我把奶罐放回了书包 走到了班级门口 门口 我张望了一下周围 并没有看见什么人 直到走廊尽头 也会染着红头发的女生 给我出了个口哨 她身边还跟着几个衣衫不整的女生 这呢 小妹妹 她朝我招了招手 我低下头 快步朝她走去 这已经是我这个月第二次见到她了 走到她面前 我没有说话 她则是自来熟地拦住了我的肩膀 嘴巴凑进了我的耳 妹妹 你哥又在我姐哪里借钱了 我点了点头 问她 多少 她伸出五只贴碗钻石的手指 在我面前晃了晃 我下意识地问 五百 她笑了 收回手拍了拍我的脸 是五千 小妹妹 我愣住了 怎么会那么多 明明上一次才只有三百 哎 那几个女的 你干什么呢 教导主任的声音从身后传来 几个女生继续看了一眼 红头发的女孩提醒了一句 明天晚上 记得还钱 说完 他们几个人回头朝着教导主任翻了个白眼 随后急匆匆地跑回了楼上 等教导主任走到我面前时 他们早已跑得没影了 教导主任看了我一样 然后叹了口气 江青啊 我不管你是怎么跟这群人认识的 但以后你都不许跟他们来往了 这几个小丫头 是什么人你还不知道吗 马上期末考试了 好好复习 我们高二还指着你争光呢 说完 教导主任拍了拍我的肩膀 离开了 上课领响了 我抬脚走回了教室 我怎么会不知道他们是什么人 三个月前 段经辞每次看见他们 中午一下课 我跑得飞快 终于在段经辞 快要离开班级前赶到 我把他拦在了门外 他看见我 毫不避回眼中的嫌弃 没等我开口 他身边跟着的几个男生 已经开始起哄挨诱 经辞 你小女朋友又来找你了 就是都好久没见了 你们今天中午 要是还一起吃饭的话 我们就先走了 段经辞不耐烦地推开我 朝着起哄的人瞪了一眼 我却依旧不依不饶地 再次拦住他 为什么借那么多钱 我倔强且生硬地问出这句话 段经辞身旁的人 也都失去的离开 怎么 不想还了 他玩味地笑了 眼中全是不屑于嘲讽 我知道段经辞他不缺钱 他没有必要去找那些女生 借那么多钱 我知道他在报复我 我认 可我不想让他跟那群女生惹上关系 不想还就别在这里挡着我的路 我本来也没让你还 他又一次狠狠地推开我 这一次 我被推得猝不及防 直接从楼梯上摔了下去 剧烈的疼痛息外 我捂着磕道的脚踝缩成一团 模糊的视线里 我看见了断筋磁养起的嘴角 下次再来缠着我 可就不只是滚下楼梯 那么简单了 晚上回到家 我看见妈妈正坐在沙发上 看见我的那一刻 她快步走向前 今天金慈有好好吃饭吗 我放下书包 朝我妈笑了笑 一边回床边 从书包里拿出两瓶 已经空了的奶罐 有阿妈妈 我们今天一起吃了食堂的红烧排骨 妈妈接过奶罐 揉了揉我的头 辛苦你的青青 然后走回了自己的房间 犹豫了一会 我终于从衣柜的最底端 拿出了一个存钱罐 是一个粉色的小猪 我把存钱罐放到了床上 盯着它看了好久 最后把它狠狠地砸向床头 存钱罐硬生而碎 一张张鲜红的纸币 和零零碎碎的52石 立马从里面涌了出来 我慢慢地把碎掉的 小猪碎片捡起来 放到一个鞋盒里 确定了碎片 全部都在盒子里后 我开始数散落的钱 我把每一张钱都展开放好 每张钞票的角落 都写着我和断金瓷名字的 最后一个字 整理好所有后 我数了一下钱 一共1100块钱 还差2900 思索片刻 我还是敲开了妈妈的房门 怎么了轻轻 我用手扯着衣角 用很小声点声音的妈妈说 妈 学校要交补课费 我妈没有犹豫 打开了床头柜枝的抽屉里面 有一捆被纸包起来的现金 妈妈的动作很慢 她数一张 我记一张 直到最后一捆钱 只剩下寥寥几张 妈给你3000 交完补课费吃顿好的 我犹豫了一会 终于接上妈妈的钱 我不敢看妈妈的眼睛 转身离开 那一晚 我在妈妈门口趴到了半夜 房间里抽气的声音直至深夜 第二天一早 我就在学校门口 看见了那几个女生 她们又一次笑嘻嘻地 把我揽进了怀里 怎么样 妹妹 红头发的女生 伸出两只手指 搓了搓手指头 她笑了 那晚上 老地方见晚自习下课后 我只身一人前往哪家台球馆 推开门后 恰然的烟味扑面而来 我下意识地咳嗽了两声 适应了灰暗的灯光后 我看见了那个女人 她旁边依然围坐着一群不良少年TU 而角落里 那个和他们格格不入的少年 就是断金词 女人看见我 从沙发上站了起来 那个红头发的女孩 朝我吹了个口哨 一旁的男生 也开始起火 哦哟 新来的妹妹那么清纯 学姐 新来的多少钱 看得不错呢 我被吓到 往后退了两步 那个叫学姐的女人 笑得灿烂 听到男生的打趣 责了一声 干什么呢 别吓着妹妹